如果遇到的不是何老师 王河迪五年前这一摔 早就摔烂了自己的心图 2017年就在一档选秀中 年仅19岁的王河迪 因为一张街拍 直接以素人身份被请到节目 但由于实在缺乏科班训练 加上一口塑料感极重 连二都翻不过去的川普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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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河迪成功被导师何彬一脸嫌弃 但没想到就在他喜提淘汰命运 一向看着很准的喝酒却直言 他就是现在市场喜欢的类型 于是就在何老师关键输出下 节目组决定再给王河迪一次机会 但是他必须得戴面具 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只有拿了第一最终才能摘下 结果王河迪得知后 少年气盛的他只觉得这是节目组 再把他当成一个小丑玩弄 于是怒摔面具愤然离席 当场暴走 其实王河迪的怒气不难理解 但知道何琼把他拉到一边寻寻善诱 他才彻底读懂对方的良苦用心 你让我们看到你有东西没出来 也许戴上面具会帮你退 请你不要辜负我们在你身上给的热点 而深知自己命悬一线的王河迪 也当真逼出了自己的潜力 波警一路突破成功战场总冠军 还意外被知名导演相中 邀请他出演新版流星花园 道明四一角 成功凭借嚣张帅气的颜值出圈 那年飞往国外参加活动 他直接把人家机场干瘫痪 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更是一笑风神 而2022年一部国舞报剧《苍蓝局》 王河迪更是用线舍式演技 彻底晋升为当红一线小生 但咖位翻天覆地的他 却不曾改变身上的感恩和热忱 2023年就在芒果台跨年夜 当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王河迪第一时间穿越层层人海 飞奔到喝酒面前 随即一把抱起了这位人生伯乐 从不配露脸到星光闪闪的顶流 那一刻激动的王河迪仿佛在说 何老师你看 我没有忘记五年前高台上的那个约定 何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 让你骄傲的王河迪 北大文凭都没能给李雪芹的自尊 小心肉王河迪却给了 何老师 我是被忧起来 众所周知 这些年虽然顶着北大才女光环 但体重却是李雪芹至今无法直视的伤痛 不仅打小就被同伴们嘲笑 哪怕成名后参加节目 即便是圈内人人敬仰的汪涵 张耀一开口就直戳李雪芹的心窝 我的头尾有五十七 我头赶上人家腰了 甚至就连曾经最亲密的男友 能大方去抱李雪芹的闺蜜 却对李雪芹满口嫌弃 然后这个人呢 抱起了你的一个好朋友 那个你的好朋友在他的怀里腾空了 然后你就很羡慕 你就问他说 那我要受到多少斤你才能抱我呢 他说 我真的抱不动你 你咋的你也得受到一百斤吧 身边的人冷嘲热讽 让体重带来的自卑感 整整跟随了李雪芹27年 于是后来的他每每遇到这种调侃 不是尴尬苦笑招谈全收 就是害怕胆怯率先自嘲 甚至录节目凡是男女搭配 他都第一时间拒绝参加 但让李雪芹打死也想不到 就是这从小到大伴随自己的自卑 却一次又一次被王赫帝治愈了 节目中 当嘉宾要两两组队相互拉起 听到规则的李雪芹原地实话 直接躲在角落很不得隐身 可下一秒 王赫帝就给了他坚定不移的选择 而当游戏正式开始后 王赫帝更是男友离爆棚 以此次毫不费力地将他拉起 这前所未有的体验 让李雪芹满心都是藏不住的喜悦 而这早不是看着没正形的王赫帝 第一次守护对方岌岌可危的子孙 节目中 当大家一起去玩漂流 由于随时较多 李雪芹被卡住 那一刻他的敏感再次涌上心头 当即抢先拿自己开涮 仿佛这样就能让尴尬减半 谁知下一秒 王赫帝紧用一句话 就卸下了李雪芹的防备 之后他更是轻松牵起绳子拉拽对方 水流湍急时他会立马刹车 玩沟要上岸他又稳稳拉回 全身让李雪芹的体验感拉满 哇 我又被拽了 这种感觉好愉快啊 而这些年王赫帝暴露出的人品 还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王赫帝伸出的这只手 让无数人夺懂 明明他空少出身 却为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大火 注意看 2018年就在某宗艺中 彼时王赫帝还没有凭借苍蝶爆红 但就在嘉宾王克要爬进玻璃屋时 因为身高有限一度亮亮强强 结果下一秒突如其来的一只手 稳稳将他拖进屋中 而伸出手的王赫帝却转头就走 不仅连镜头都没捕住到正脸 就连王赫站起来都在疑惑是谁在帮他 而这早不是在心风血雨的内鱼 王赫帝第一次用人品证明了自己的值得 他会细心到连兄弟老婆的预产期都记忆深刻 弟弟王赫帝 然后嫂子这两天要快生了的话 你告诉我 我毕竟家里人都没过来 我能帮个忙 后来嫂子临产期当天 王赫帝不仅随叫随到 第一时间开会拉去医院 甚至当王彦琳忙到睡着时 不知情的王赫帝硬是在医院楼下 整整守候了四个小时都没走 我也累了睡着了 不一会儿我电话响了 哥 嫂子生了吗 啊 你没回家呀 没有我一直在楼下等你呢 我们是半夜十一二点左右去的医院 王赫帝一个看似风风火火的少年 实在却有一颗无比细腻的内心 去年苍蓝爵爆火 他和于树心参加活动 当注意到对方是穿裙子下蹲时 他当即不动声色伸手遮挡 害怕对方走光 节目中得知李雪芹有腰伤 下台阶时也唯独他不请自来 默默伸出手臂让对方搀扶 等到录制桃花屋时 当王春军被奉为怪物 王赫帝直接用五个字就温暖了这位大哥 哪怕后来游戏环节中当嘉宾抽到批评宋丹丹一分钟的夺命任务 依旧是王赫帝想都没想 主动提出和对方交换 而这一幕王赫帝手中的抱枕 更是将他的人品暴露得一览无遗 画面中就在众人直播时 王赫帝不经意发现宋丹丹的抱枕掉了 随即他直接将椅子后挪 然后不动声色地将怀里的抱枕 轻轻放在宋丹丹身后 自己的剪地上的脏抱枕默默抱在怀中 可以说 正是这一次次暖心的细节真正揭露了王赫帝爆红的真相